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19日 已經是星期四 大陸的微信、微博、網絡平台上 經常也會隨著 時代的變化 會有不同的討論話題 以往那些人就討論去哪裡玩 投資什麼 哪裡買樓好 最近大陸 最經常會提及的 高頻磁匯 最多人說的話題 就是怎麼省錢 又或者怎麼可以不花錢 因為大陸的經濟很差 我們已經在幾個月前 覺得中國已經進入一個蕭條 經濟蕭條 主要是 主要是整個經濟環境不好 人們減少消費 由於減少消費 他們是擔心失業 擔心沒有工作 所以不花錢 結果導致企業賺不到錢 因為每個人都不肯花 企業的產品 生意不好 做生意少了 每樣生意都不好 他們會減價 減廣告費 做廣告的 收入會大減 傳媒行業也會跌 廣告收入會跌 傳媒也跌 像我們YouTube也跌 減少消費 同時又節省 令到企業更加難賺錢 結果企業就要裁員 裁員減薪 然後又直接令到打工仔收入更加少了 又怕沒事了 我是下一個 我更加不用 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 曾經 在很多地方都出現過 最出名 就是1929年美國的經濟大蕭條 當時 美國用了很多年時間 才走出經濟大蕭條的心谷 而且 還在時直 引發了歐洲 的二次大戰 由歐戰爆發 接著 牽涉到太平洋戰爭 美國參戰 引發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要說一下現在中國的情況 其實 也很遲 原因就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很高 現在在大陸畢業就等於失業 我們看到很多影片 在上海 在北京 人們都沒有工作 有很多人就走去 星巴克咖啡 辦上班 香港人也試過 香港人 在2000年打後的兩三年 很多人去了大快活 大家落 麥當勞 美心 就坐在那裏辦上班 個個都穿西裝 裝在那裏做事 好了 而且香港 慘的慘在 有一群叫做 麥當勞之友 他們實際上就不是參加麥當勞任何任何活動 而是在麥當勞睡覺的勞宿者 我也是近幾年才看的 在網上看的 麥露人 麥是麥當勞的麥 原來 郭富城 做主角 他是一個 以前是一個金融的人 金融精英 結果因為一件事 入得坐牢 出了回來 就要露宿街頭 很慘 整套戲都是以露宿者為題材 十分之慘 香港那麼有錢的地方 也會有人露宿 會有90歲的老婆去撿紙皮 會有 兩個90歲的老婆為了一塊紙皮而打架 這是一個悲劇 但是這個悲劇 現在 正正會在大陸上演 因為幾個月之前有一段影片 就為一個 五十多歲的老婆找不到工作 無家可貴 沒有地方住 沒有錢吃飯 他試過一個星期 去做省工 只是找到 50元 一個星期50元怎麼生活呢 是不是 如果是說中國北方 他們通常有甚麼羊肉甲膜 他只能夠 用兩元買一塊膜 一塊膜 一天要吃多少塊呢 起碼有幾塊才吃得飽 一餐吃一塊也要6元 他就是這樣 用50元捱過一個星期 那麽之後的星期是怎樣的呢 很難說 不知道 故事沒有追蹤到那麼久 好了 不只是年輕人失業 現在在中國 原來到了35歲 已經是 出現了一個人嫌你老 35歲嫌你老 那麽怎麼辦呢 現在這個世界的人越來越長命 很多人是一百歲的 中共的領袖 每個都一百歲命的 一百零幾歲的 那麽你們35歲就要嫌老 被人家淘汰 剩下那六十多年怎麼辦呢 當然 沒有錢的人就活不了那麽長命 通常就一早就餓死了 好了 那麽現在大陸 大家都知道 經濟這麽差 他們就出現了一個話題 叫做反向消費 就不用錢了 大家都知道 經濟一直都是靠年青人去推動 因為年青人出來 又要吃開玩樂 又要坐的士 老一輩為省錢 坐巴士 坐巴士 坐巴士幾元一程 坐的士幾元一程 省點 出來 你叫阿伯去星巴克買一杯40元的咖啡 所以 以往的消費一向都是由年青人去帶動的 中國如是 香港也如是 那麽現在 年青人開始沒有工作 開始賺不到錢 他們 就是 去找的 特價的平台 有什麽東西可以省錢 好了 其中一個故事 是西安 在一個商場裏面 一個折扣優惠店 很多消費者 在折扣店買東西 他們就說 選購商品 就說 比如說 他們有很多特價貨品 這裡便宜一點 這裡便宜一點 主要 就是針對現在的整個消費群 開始覺得哪裏可以省錢 正如以往 香港也有 類似的題材報導 例如說 教你怎樣省錢 例如 買報紙 買拍拖報 當時是5元一份的 香港報紙 他就說 如果下午買兩份報紙 就是7元而已 那就可以省錢 實際上 你沒有省錢 你還可以省錢 因為你要看一份報紙是5元而已 以當時的水平計算 而且 下午的拍拖報 通常都是賣不完的報紙 文匯 沒有人看的報紙才會拿來做拍拖報 賣得的當年的蘋果 東方那些 不會成為拍拖報的一部分 因為實在賣不完的 所以 當時很多古靈精鬼都教人省錢的東西 而在90年代 香港我記得 開始有一間店舖叫做反通脹站 因為通脹很重要 人工追不上通脹 就出現反通脹站 但是到了2000年 香港出現通縮 那怎麼辦 我想大家 未至於完全忘記 12元一杯 雪糕紅豆冰 再加雞腿 大家記不記得這些日子 當時我在銅鑼灣 看到 很多的銷售市在附近 例如時代廣場 在 世貿 蘇谷 蘇谷 等到三點鐘 記著是三點 不是兩點半 去吉野家 賣12元的牛肉飯 12元就可以解決一頓了 大家明白嗎 因為 賺錢 所以 花錢也要省 省得一元 香港 有些日子 大陸當然要過 而且其實大陸你也知道 當年好日子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個個有錢的 還有很多人很窮 只是他們的心理 有沒有錢 實際上很多時候 當然 你打開錢包就知道自己沒有錢 但是你也會看到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 信心 當全世界都說有錢 也有信心 也說要出來消費的時候 你 只要你一份工 你也敢於花錢 因為你覺得 不要緊的 我今天花光了 我明天就有了 這個 就是那種心態問題 現在香港人 是不是真的沒有到這樣 明天沒有飯開 未至於 但是 為什麼 香港的人不出來消費呢 當然 香港的情況 是特殊一點 說回當年 這個03年 是不是個個沒有錢呢 也不是個個沒有的 只是 不肯使用 不敢使用 為什麼 因為覺得沒有前景 我手上可能有幾萬的銀積衝 洗了就沒有了 但又找不回了 所以不肯使用 12元一個飯 是我的極限 我不可以再吃多個12元的飯 就是這個意思 香港當時為甚麼那麼差呢 大家沒有信心 因為大家看到董建華幾年 每天都出來 董建華告訴你 我很有信心 香港是會更加好 中國好 香港好 每天都好 每天都好 每天都很有信心 問題就是 信心是誰給你的 哪裡來的 香港人不覺得有這樣的信心 所以 大家都沒有信心之下 大家都不願意消費 以中國的情況 初期是這樣的 早幾個月 或是早一年半載之前 人們不消費 是這樣的 而是沒有信心 到了現在 不是信心問題 是實際的問題 昨天 我在 內地的朋友 他告訴我 他去探訪一個做生意的朋友 那個朋友做大生意的 做建築材料的大生意 以前說 一千幾百萬上落 動一下也有幾千萬上落 買一些石材 買一些鋼筋 又說要五千萬 這裏也有幾千萬 現在 竟然因為 沒有交租 被業主斷電 突然間整間店鋪的燈都關掉 沒電 為什麼沒有電 沒有交租 什麼時候 今年開始沒有交租 今年幾個月呢 現在十一月 現在十一月 即是十個月沒有交租 十個月沒有交租 我說你的業主也算很好了 因為租了二十幾年 是老主股 真的受不了 業主才出資客賊 他說 整條街 幾乎烏登黑貨 為什麼 每個都沒有交租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沒有生意做 其中一個行家做建材的 被恆大拖欠了幾千萬 貨款 拿不上 你去告他嗎 浪費了 去法院 紙也浪費了 那張紙也浪費了 根本就拿不上錢 是不是不可能 被恆大拖欠了多少間公司呢 在大陸 幾萬間公司 可能欠 幾千億 你每間公司欠幾百萬 那些人 怎麼辦呢 他們老婆子也怎麼辦呢 沒有飯開 雜炮 沒有錢交租 業主也更好 因為業主未必只有一個舖 他可能有兩個舖 幸好 一個舖收租 一個舖沒有租 那麼怎麼也不會死人 最多是 闊身加縮水 但是做生意 很多 在這次三年疫情 再加泡沫爆破 是沒頂 做零售的沒頂 我們剛才說了 做國美零售 現在在大陸做零售店 大部分都是虧本的 因為沒有人 那些人不買網購可以啦 我要不要光顧零售 所以零售不行 買了舖位業主也不行 所以我告訴大家 行龍是很頭痕的 因為你在大陸 他的主力是做商場 以前好市的時候 商場當然發達 人人都想排隊進來做 現在 根本沒有生意做過商場 連最旺的商場也不是很多人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問題 所以 我們看到現在大陸的出現情況就是 省錢 哪裏可以省錢 哪裏可以不用錢 不花錢 這個就是他們的那個經常 說的詞語 既然是這樣 這個肯定就是 大蕭條的其中一個巨輪 當幾個巨輪不斷滾的時候 雪球就越滾越大 蕭條的殺傷力就越來越強 到時個個都沒有錢洗 個個都不肯洗 企業 就會 接連二三個倒閉 更加多人失業 更加多人沒有工作 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好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幫忙按LIKE 進來聽的時候 先按LIKE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